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去方向不是习近平王岐山失去方向 是外面的看客失去方向 那因为呢真的把周永康干死了 在世界老虎日这天把他给弄了 那很多问题是集中在他身上去说的了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大了 问题就是说后边这路怎么走 这事怎么了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这概念 那我的说法也挺简单的 我说曾庆红江泽民死定了 没出路必须这么干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佛魔之争的说法 有些朋友认可有些朋友不认可 那但是呢认可不认可的朋友呢 那两天呢我们看到渊谈那只蛤蟆呢 让大家挺关心 蛤蟆气壮如牛 能跟小枝一扎别气了 然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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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嘛 所以上海的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落不下来了 出不了港了反正进去了就就热闹了 我们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否定了所有外面的说法 我坚持认为在上海地面上出事 在查人 那事实呢 今天走到这份上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讲吧 对吧 大家看到了 还有朋友开玩笑说 涛哥预言在先 然后这个王岐山 听着涛哥的预言就砍谁就砍谁 你也太抬举我了 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我啥要钱没钱 要啥要人没人 大家朋友愿意听我的 就跑这过来听 我连给 他什么都没有 人家听我的干什么呀 对不对 我说这意思 但是有一点 大家朋友来 是为什么呢 都探讨一点 说 哦 按照石涛的信仰和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 他就是看明白了 就是看准了 他事就是这么走了 那也没招了 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其实老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到位的 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的一面与天地同在 对吧 与天地同在什么意思呢 这是苍穹的造火 这苍穹的造火 来自于生命之间的相互的缘分和关系 所以我们珍惜的是这部分 那这样的纽带 有人站在这样的纽带 和这个角度去看待人的层面的事情的时候 会把所有朋友会引起共鸣 因为你我同样在我们苍语之间 我们都有着相互联系的故事和生命之间的关系 人生活的层面仅仅是生命中众多层面的一个层面 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佛家里说 人的肉身就像个衣服 对吧 这是佛家的说法 那是件衣服也是咱的 也不是咱的 是咱的是咱的衣服 不是咱的 是真实的生命 你应该脱了它 那是你真的生命 所以就是你站在哪个角度上去说 对吧 站在衣服角度上说 是衣服 那也是你 但是它有虚假的成分 它有掩盖的氛围 因为当把衣服脱了时候 哥们您啥样 不知道 对不对 是这道理吧 那如果把衣服脱了的意思 对比着如果人的生命而言 就是我们的灵魂 那见真真 那是真实的自己 所以这是前后 人与其他生命之间 与自己在另外的其他层面的灵性 之间的故事和关系 这就是我们说 真正起作用的 是我们没穿衣服的灵魂 灵性那一面 那是真实的生命 这件衣服是幌子 但是在别人的眼睛里又是真的 这就是相对应而言 站在衣服的角度上 去非要说这个事情会这么做 那个事情会那么做 对不对 对 那出门 出门干活的时候都得穿衣服 但真实回家的时候 衣服就得脱了 我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你只是站在他真实的那一面 不会被你今天 无论是从第五大道买的衣服 还是从好莱坞的什么山庄买的衣服 你从哪买的衣服 我都无所谓 对于我而言 它就是这件衣服 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 就觉得那不得了了 对吧 我开什么这车开那车 你开什么车 它就是四个咕噜一个车 对不对 你说红灯管不住我 红灯可以管不住你 你可以随便闯 过来一个破130就给你撞死 所以为了你的性命 你还是不敢闯红灯 道理一样 它就是个破车 就是四个咕噜 然后就在车上使劲 所以物欲化和贪婪的想法 把人迷失 把自己真实的自己迷失在其中 这就是现实的生活 那今天在反腐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这种混乱 类似的场面 一直盼着说周老虎 会不会周方面会不会出锅 大家都觉得似乎觉得不太可能了 夸过洒了一地的方便面 纽约时报有篇报道这么说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权力日趋集中 中国是反腐的不归路 权力日趋集中 这个是在表面的现象 我个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中共体制的权力一直集中着 只是不同的表现方式 文章讲述了周永康被下台 然后提到了中共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它实际是指邓小平年代了 实现了党内权力交接的和平过渡 它是回顾中共历史 毛泽东到邓小平之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 而邓小平交权给第三代江泽民中 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暴 两次权力的更迭充满了血腥 无不验证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所以一直是杀中国人的 对吧 一直是杀中国人的 然后他提到说 邓小平之后中共最高权力交接 无真正的政治强人 集体领导成为了最高层的权力模式 这个背景之下 权力斗争已不能也无人真正感动枪杆子 于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新的 也是最有效的权力斗争工具 而且大部分案子以高举反腐大旗打击对手 成为了理想当然的东西 又可以获得民间舆论的支持 我个人不认可这个说法 邓小平之后真正掌握权力的就是江泽民 这之后没有权力的更迭 没有权力的交接 真正要权力交接的是十八大 要进行权力交接的是十八大 但是他就蕴藏着一个说法 十八大江泽民获胜 还是这个过程 可是里面蕴藏了什么呢 蕴藏着周永康跟薄熙来联手政变 要作死习近平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集体领导是假 不存在集体领导 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集体领导伴随着刑部上常委的说法 是江泽民独裁的整个独裁的方式 掐死胡锦涛的方式 对吧 胡锦涛就成了咸丰帝 就这么点事 文章提到说 江泽民时代开始 新一届最高权力交接 伴随着大规模的反腐风暴 他说每换届必倒一个政治局委员 这都是在整 倒一个政治局委员 所有挑出来这件事情的人 都是与江泽民有关 所以领导并没换 独裁者并没换 陈希同下棋 是江泽民为了上来 干死陈希同 陈良宇下棋 是江泽民为了保住自己 挡住朱镕基 其他都下车 一直是独裁的 但是我跟大家解释过 在原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节目从07年开始了 我说过 中共的体制是独裁的体制 必须有一个中心 那出了一个集体领导 那叫驴尾巴拴鸡蛋 瞎扯蛋 所以集体领导是九头鸟 这是人们说的 对吧 所以才出现周永康 在后来的如此猖狂的霸道的 这种独裁的概念 这种权力的概念 才出现习近平拿过权力之后 一点办法没有 小心翼翼的 挨到了2013年11月份 三中全会的召开 我说过 习近平背后有高人 掐死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成立之后 反手就杀 废掉整个所谓的集体领导 不是集体领导 斩掉江泽民哈门腿 砍死曾庆红 这前肢驴的四条腿 外加尾巴 驴尾巴拴鸡蛋也就扯了蛋了 什么样这个 集体领导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今天文化人也好 社会学家也好 政治学家也好 看不懂了 因为他是从人性的角度 在做事情 直接触及到生命 不仅仅是权力 然后他就提到说 习近平作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 掌控最高权力层 认真梳理近两年中共权力的模式 诸多事实显示 集体领导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正在被打破 强人政治处于回归趋势 他没有集体领导 一直是强人政治 今天的打斗就是习近平 对江泽民的死磕 死磕的原因就是 江泽民曾庆红指使 这个周永康薄熙来 要杀掉习近平 但天意所在是 天意所在就是 权力者的心眼太小 薄熙来百般忍耐 没忍得过最后一次 抽了这个王立军一嘴巴 王立军呢心里也别扭 因为古开来搞了 另外一个英国人的男人 还非要把那个男人杀了 你就买张大床 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睡一张床 大家也签字画压 说咱不搭嘎 你忙活完我忙活 不就没这事了吗 你别乐 这是事实 那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所以这是我说的 没有什么集体领导 什么都没有 就是今天的佛魔之争 人性 重新在今天中共体制的如此败落的 如此邪恶的场面当中 人性要重新恢复自己的尊严 这就是我一再跟大家讲 退党退团退队 你今天抱着共产党 你今天就是通奸的概念在其中 你认可通奸的行为 你认可公共谈云的行为 你认可那份感受 你认知那份追求 因为这是共产党的辉煌走到了今天 有什么这个那个的 人说那是个别人不好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个别人 个别人都在这么做 懦弱是男人的耻辱 因为你是个男的 然后文章讲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共新一轮反腐的风暴的强度 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不足为怪 这一次的公布呢 已不超出各方预料 我觉得这谈不上不超出了 超出和不超出 其实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 没有什么超出不超出的 他说去年八九月份 当时国际媒体公开调查过 周永康被查的消息 涉及金额等等 半年多来成为了追逐的目标 等等等等 那我个人认为只是因为太庞大了 因为整个机制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对吧 所以这也是我反衬的说法 那作为周永康拥有这么庞大的实力 他犯不上再去杀习近平 如果他不主动动的话 习近平没有感觉到自己威胁的话 习近平也不会动他 所以有人真是狗熊掰棒的下掰 不知道是为了钱财还是为了什么 文章也讲说 中共高层已经查处了周永康 一个政治局常委 两个政治局委员 省部级高官术士人 其他官员不计其数 党内很多人认为 必须打了老虎才能有效打苍蝇 但问题在于 这个反腐风暴更进一步说 这种高度权力集中的运行模式 能否真正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解决不了 但是呢 以现代的状况 他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 完整的颠覆掉共产党和江泽民 否则的话就麻烦了 否则的话社会会乱乱 为什么社会会乱 如果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的家庭 老婆骗老公 老公骗老婆 当一旦没有 现在 当一旦某种状况出现的时候 全翻了车了 问自个儿 看看网上 对吧 谁是谁老公 谁是谁老婆 在大的城市当中 在大的城市当中 真的是个问号 真的 在这张床上睡过谁 谁没睡过 真是个问号 道德 道德整体沦丧之后 人与人之间完全靠欺骗来维持日常的生活的时候 我自己跟大家讲过 这是共产党做的恶 但这又是每一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苟且偷生时 被洗脑之后 所面临的客观的堕落的状况 也就是人性该救赎的年轮 在人性救赎 在这个过渡期间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场面 文章最后提到说 中共反腐时有一种走向反面的危险 腐败本身是权力腐败 那权力寻租所导致 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是马英九说的 他说惩治腐败 惩治预防腐败的关键是要对权力进行制约 那具体方法不外乎政治民主 这是约束权力的来源 程序法治 这是约束权力的运行过程 信息透明 这是约束权力的暗箱操作 他说但是呢 整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政治民主 程序法治 信息透明 你只有否定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做到 对吧 否定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做到 然后他提到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权力集中 我刚才跟大家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 权力从来没扩散过 政治局常委当时江泽民的人马 包括周永康 罗干 李长春 同样是江泽民 曾庆红用腐败的方式 以买来女人的方式在控制着 喂养着 骂街着 老板是江泽民 就这么点事儿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